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是像是这种生姜经常会放到坏掉 然后就把它扔掉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 有 今天就是要来教大家 怎么样把这些厨房的食材 变成漂亮的盆栽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就发现了这个生姜盆栽 让我眼睛一亮 好雅致 这个姜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 直接种在这个麦饭食里面 没错 其实我们常会买很多的姜 对不对 但是放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姜 好像开始有一些芽露出来 然后这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漂亮的盆栽 怎么变呢 首先你浅拨或生的盆子都可以 那你只要把这个姜的头 接触到一点点水 然后它就会长出漂亮的绿叶 那如果像我们选择这种高的盆栽 怕它摇摇晃晃会不好看 我们可以用一些大颗的麦饭食 来固定它 然后万一你要煮菜的时候 发现刚好没有姜 这时候你也可以过来这边收割一只 就进去菜 太赞了 我看到你这个盆栽 你这个植物是高矮不宜 各有姿态 而且容器也蛮特别的 其实选择容器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的容器太过的狭小或是浅 它的根没处生长 也会影响它的生长 所以适合的盆栽 不论从美观或是生长的角度来看 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 不幸的话 下次如果你有植物 种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发现它长得不好 你赶快帮它换个盆子 或是换个土 一段时间之后 它马上又活力充沛 但是还是一开始 就选择适合的盆栽比较好 其实挑选盆栽还是有诀窍的 那今天你就先教我们如何选择盆栽 然后我们再学如何让厨房青菜大变身 想要种出漂亮的盆栽 选择容器当然就非常的重要 像这种浅波 它是种水根株葱 深一点的茶碗 因为可以放比较多的土 就比较适合会长得比较高大的 像是蛋黄果 因为它的容器大 装的土多 根部比较有办法伸展 小一点的茶碗或是小波 它可以种矮小 长得比较不会高大的 像是金桔或是茂骨干 另外像小茶杯 在种子数量不多的时候 单单种一颗也是很可爱 准备好容器 我们现在就来动手吧 葱姜蒜号称是厨房的三宝 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爆香材料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常常一次买的太多 放到坏掉 要用的时候又找不到 所以如果能够在厨房种上一盆 水手都有新鲜的材料可以使用 不是很棒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猪葱 很多人都很陌生 可能都没有看过 就是我们市场 常常可以看到的红葱头 也就是爆香的材料 现在就要来教大家 怎么在厨房里面种出这一大排 绿绿的青葱 首先要准备红葱头 葱头一定要选择饱满肥大 若是像这种捏起来松松软软的 都是不良品 或者是长得太瘦小的 种出来的葱也会不好看 所以一定要选择肥大的 那猪葱有四种种法 第一种种法是我们将葱整个埋在土里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厨房里面有葱的味道 所以如果将葱的葱埋在里面 就不会闻到葱味 首先也像一样准备没有肥料的椰鲜土 先将土盛一半 接着将猪葱一个一个排进去 然后将椰鲜土铺满 葱头只要露出一点点就好了 不必露出太多 接着使用喷雾气 来回喷个三圈 把葱头埋在土里面的种法呢 虽然有没有葱味的优点 但是如果你的盆子积水的话 葱可是会烂掉的哦 所以只要保持湿润就可以 不要积水 像这样子放着 大约呢七天之后 就会冒出绿色的葱 另外的种法呢 是将葱露出土面 因为是要将葱头露在外面 所以外面有这些不规则的 或是已经有点剥落的外膜 我们会用手将它清除 不必强行要剥得很干净 这样反而葱会受伤 因为葱的外膜对它有保护的作用 所以只要将这些看起来有点翘翘的 拿下来就可以了 只要轻轻放上去就好了 不用埋它 接着也是一样 喷湿 像这种葱头露在外面的呢 你就可以多喷一些水 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头不会泡在水里 所以也不会有烂掉的问题 第三种种法呢是水根 其实朱葱非常适合水根 同一个时间栽种 你看像这一盆它是水根 这一盆呢我是用土来种 有没有发现水根的长得特别快 对不对 所以呢水根我们会使用麦饭时 像这种大颗的麦饭时 在使用之前呢 要先用清水很确实的洗个两三次 直到水变清澈为止才可以使用 麦饭时可以重复使用 大颗的麦饭时 在清理残余的根的时候 可以洗得比较干净 小颗的话处理就比较麻烦 所以建议大家使用大颗的 铺满整个盆子 然后呢 注满水 这样葱头一个一个摆上去 只要这样子轻轻放着 根就会自然跑到底下去 而且不用浇水 只要发现水位太低的时候 将水注满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第四种种法呢 就更简单了 只要一只宝特瓶 将宝特瓶裁开之后 这样子 然后呢 将宝特瓶注满水 水药可以接触到 猪葱的根部 但是呢 不要将葱头整个泡在水里 只要能够接触到就可以了 可以摆个两三颗 这样子放着 不仅美观又实用 下一次台风来的时候 再也不用赶着去菜市场抢葱喔 厨房种猪葱呢 当然不比户外的露天栽种啦 只要有15公分 就可以收成来使用 种在土里面的猪葱呢 可以重复采收两到三次 使用的时候 只要将上面的绿叶剪下来 底下还会再次萌发新芽 但是呢 种个两三次之后呢 如果希望你的猪葱 可以一直生生不息的话 建议要移到屋外 用花盆来栽种 高丽菜呢 真的是营养丰富又容易料理的蔬菜 不要以为它只能吃喔 其实呢 高丽菜也可以变成 我手边这一些漂亮的花儿喔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首先呢 要将高丽菜的叶片一片一片取下 用刀呢 从木质画的外面这边开始下刀 不要切得太深 喜欢大朵花的呢 就保留多一点叶片 喜欢小朵花的 就多切掉一些 好 像这样子一边切 一边剥 好啦 像金蝉托壳这样子 就可以取出高丽菜的心 接下来呢 我们要将梗头这边 残留的叶梗清除干净 不过呢 要记得不要切到中间硬硬的部分 清除干净这些梗头 才不会发霉滋生细菌 这样大致就差不多了 那完成的小花朵呢 还不能硬剥 因为它现在还硬硬的 假如强行剥开的话会裂开 所以要先放着 放在通风的地方 不要晒太阳 大概两到三天之后呢 就会脱水 脱水的时候就会变得软软 这时候呢 就很容易可以用手 将花瓣一片一片的剥开 好 假如不好操作的话 也可以先将它固定 整个全部都翻开来 假如觉得便便的叶片太长 或是有一些胶痕 你可以使用锯齿剪刀 修剪出自己喜欢的形状 接下来呢 我们要将玻璃杯注满清水 清水的高度呢 大概就是接触到梗头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可以 然后呢 放在窗边 大约两到三天 叶片就会渐渐的变绿 高丽菜呢 它吸水非常的快 所以一旦水位低于我们想要的高度 就要记得给水 变绿的高丽菜呢 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农药也会渐渐的代谢 绿色的叶子呢 含有更多的叶绿树 营养非常的丰富 也可以采下来料理 像这样子呢 边种边料理边欣赏 是不是一举数得呢 有时候逛小农市集的时候呢 可以买到这种小小的 大小不一的胡萝卜 除了食用之外 还可以变成可爱的小盆栽哦 只要选择大小一致的 将萝卜洗干净 叶子先不要剪掉哦 找一个漂亮的玻璃容器 在玻璃容器的底部 填上一层发泡链石 发泡链石呢 最主要是增加它的固定 还有空气 所以呢我们的水 只要存在发泡链石这里 不要盖到萝卜 这样可以欣赏一段 蛮长的时间 将萝卜一个一个排列 萝卜头露出来 看起来比较可爱 那如果萝卜的根须很长呢 可以把它剪掉没关系 将它排列整齐 这时候我们才要开始来剪叶子 因为如果一开始就剪叶子 你在放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抓 会不好做 我们的叶梗都剪掉了 留下两到一公分就可以 中间最嫩的那片叶子 我们留着 这样长出来的萝卜叶 才会比较长 剪下来的萝卜叶呢 也可以料理 切得细细的拌到饭里面 或是煮好汤的时候 热热的撒一把在上面 接着我们要来这个容器里面注入水 水不要淹到萝卜 只要一点点碰到就好 大概三五天萝卜的叶子就会开始抽肠 然后就变成这一盆可爱的小盆栽 这样一朵漂亮的高丽菜小花儿 除了欣赏之外还可以料理喔 因为一般高丽菜的绿叶 我们是不会生吃的 因为可能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但是当它在水里生长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算有残余的农药也会代谢掉喔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绿色的叶子来做沙拉 首先我们将绿色的叶子剥下来 泡在冰水里面大概半个小时 这个过程呢是要让高丽菜变得比较爽脆 把这些比较大片摊开的先采下来 剩下这些小片的呢 你还可以放着让它继续生长 接着我们准备的材料有玉米粒 葡萄干 还有核桃 将水果切成小丁 泡过半个小时之后的高丽菜叶子呢 我们将上头的水分擦干 好 先排到盘子里 然后将材料依序铺上 放上一点碎核桃 好 最后挤上一些沙拉酱 没有沙拉酱的话吃起来会比较干涩 所以一点点就好了 接下来呢 放一些些树松在上面 这样就完成了 胡萝卜是营养又美味的蔬菜 可是你知道它的叶子也可以吃吗 自己在家敷出来的这个小绿叶呢 就让我们来把它加在饭团里面喔 好 材料呢 是煮熟的热饭 寿司醋 胡萝卜的叶子 素香松 还有海苔皮 煮熟的饭趁热 拌进寿司醋 接着呢 胡萝卜的叶子 剪碎 香松 好 趁着把它们拌均匀 胡萝卜的叶子虽然是胡萝卜长出来的 可是其实它只有淡淡的味道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叶子加的太多会很浓 我喜欢加多一点 这样饭团里面看起来会有绿色的叶子 会很美味喔 寿司醋呢 会让胡萝卜的纤维软化 拌均匀之后 记得饭要稍微放凉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包寿司的时候 海苔皮材不会变软 当然如果你的做寿司功夫很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手捏 那我是不行啦 所以我准备的器具 好 这个坊间就会有的 包寿司的器具 很容易就可以包出可爱的小饭团 好 压上模子 四脚均匀的压平 包上海苔皮 这样就可以了 看了新动不如马上行动 带您看来自海外的DIY 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 是个光听名字就浪漫的不得了的城市 街头随处可见 花团紧簇的景象充满生机 事实上当地提倡在地种植 在地饮食概念心之有年 也逐渐扩及华人圈 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西雅图妇女会的members 和其他的华侨来参加我们的program 也有一些小朋友们来 大家都很高兴 学了这些怎么样种这些青菜 然后拿了一些菜种子 那我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丰收 然后个人都可以吃到很好的有机 自己种的青菜水果 针对特别需要高温环境的种子 王淑贤老师也示范 放在沾湿的绿纸上 再用夹链带密封的小诀窍 事实上从小举家移民到美国的王淑贤 回软高阶主管退休后 最大休闲就是碾花惹草 我第一年种菜的时候 不知道这附近有这么多那个兔子啊 然后好像看过几次什么 什么squirrel什么的 跑进来吃我的菜 好奇怪 昨天还长得蛮好 怎么搞得今天很无限了 所以我老二帮我做的那个粉 它是吃那个梗 走进看里头的菜谱 种满了翠绿可口的青菜 cogee 以及凉拌沙拉用的生菜 还有一些植物避临而居 是为了共生互利 安年的话 slux比较不喜欢吃它们 它会给你赶虫 所以我就把它跟那个cabbage种在一起 是我们上课教的那个corn 对于园内的大大小小宝贝们 什么特性 适合什么温度 王淑贤如数家珍 向新雅图入夜 温度骤降 让生长在热带环境的葫芦瓜 面临不小的风险 对此王淑贤有法宝 这桶子的话就是一个 普通的那个黑桶子 可是我把它那个下面切下来 然后这样子的话 再给它套上去 就有一点像给它做一个 Hotbed那样子 来increase它的那个temperature 你摘瓜的时候也很简单 对吧 不仅如此 乌鲁瓜爱攀爬 王淑贤就帮它们搭棚降 晚上天冷还要盖被子 我们晚上还是蛮冷的 所以我也想办法怎么样 protect这几棵 所以晚上的时候 我还是会把那个布 这样子给它盖起来 就像咱们盖小贝贝一样 下面围起来 然后就两边把这个夹子夹起来 所以晚上也给它多一点 nextra heat 依照住家环境 种植不同植物 王淑贤为植物们 打造一个舒适的家 在花草果树栽培的生活中 忙进忙出 让乔木 盆栽一片绿意 免不生收 也为自己带来丰收满满的人生 以植栽美化环境 需要花点心力 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工具 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带你看台湾彰化的 各式各样的原液剪研发 我们在修剪树枝的时候 就剪下来 那个树枝不要的不会掉下来 就一剪的话就卡住 如果手很痠了 要休息的 随便的一个树枝 就马上可以挂在上面 修剪之夜不必爬梯 不会弄得树叶碎屑满天飞 还免去收纳困扰 如果想要摘果 这把伸缩自如的摘果夹 不怕弄伤果实 同样助你一倍之力 琳琅满目不同功能的园艺剪 发明人就是她 吴景松 不小心踏入园艺剪市场 一路走来 吴景松开发两百多种商品 拥有上百项专利 针对多次植物用护工剪 避免手刮伤 要修剪树丛里的小枝干 用长柄剪 或是对付粗树枝 刀口又不利拉扯 还有三段式的基轮剪 全部主打自家品牌 经过贸易商推销了将近十年 整个市场就展开了 我就在世界各地去申请专利 他就乖乖地要跟我们买了 所以那段时间把我的商标 在欧美地区 一下一炮而红 面对大陆产品低价竞争 功能性的园艺剪如何胜出 就在于刀片锋利度 与手柄组合紧密度的严格把关 随着网路科技的趋势 第二代接班人吴仁豪 几年前开始架设网站 争取跟国外潜在客群 面对面接触 果然成功掌握客源 了解需求 业绩成长三成 现在是因为网路很发达 我们架个网站 国外买家就会找到我们 随着时代更迭 许多传统产业正逐渐消失 或是没落 但是松毫原意检 却靠着不断创新与品质 严格把关 在国际舞台屹立不摇 现在透过网路平台 更成功地开拓市场 让企业继续发光 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魔法DIY种子盆栽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